大人哥投资周报准准准 电影投控连续第二天涨停 一路看好的银帮今天也亮灯 有了大人哥的加油跟加持 你发现信华跟世新真的开始 比价要争骨王了 大人哥说多头可用之兵 很多政策做多的选举行情 宝瑞今天大涨超过了7% 大人哥正式宣布AI2.0启动了 但是怎么转呢大人哥 好那今天的节目带你转 均线深多空买点定级凶 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8月30号 星期三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操盘7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陈坤仁分析师 蛋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提醒大家 记得把大人哥的Lite加起来 我们的ID是小老鼠 DAREM888小老鼠 DAREM888来参加我们这个畅销书 交易期获的第一本工具书 我们的第二波抽书活动 那么也要提醒好朋友们 有粉丝留言只留了我要抽书的四个字 但是你漏了告诉大人哥 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 那这样子呢 抽奖手续不完备 没有办法抽书 所以请大家加入大人哥的Lite 小老鼠 DAREM888之后 务必要告诉大人哥 我要抽书 我是在哪里认识大人哥的 可能是在财经一路发 就输入这个168 有人是在YT 那么有人是在非凡 或者是呢 有人可能是大人哥的邻居 maybe 好你一定要告诉大人哥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 这样子呢 两个资讯都输入 才能够参加这一个 畅销书交易期获的第一本工具书 大人哥最新立作 一定要把它抽回家 因为有大人哥的亲笔签名 好那么提醒完大家之后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大人哥今天做了一个宣布 他说呢 AI 2.0正式启动了 来看一看 辉达昨天的这个表现呢 非常的亮眼 收盘的股价写下了历史新高 把今天的整个的AI股带起来了 大人哥在这个大人哥投资周报 跟大家分享的定影投控 今天是第二天涨停咯 我们一路看好的银帮 今天也亮灯 世新 信华 哦 很听大人哥的话 你要我加油 好那我们就来比价真股王 盘面上头一片欣欣向荣 别忘了还有正错作多的宝瑞 所以今天也大涨超过了7% 那么AI 2.0怎么赚 还有这些政策做多的股票 甚至投信作涨的股票 大人哥我都想赚耶 好 谢谢德宇 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给大家三大好康 好 来 等一下的解盘跟操作策略都一样重要 所以先听完我的三大好康 你再把后面的更重要的地方把它听下去 来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刚刚德宇所说到的 就是抽出的活动 那Part 2正在进行中 那你会在9月3号礼拜天之前的话 那把我的LINE加起来 然后呢输入关键字说我要抽出加上加入来源 不要直接贴我要抽出加加入来源 就要跟我抽出 那我会说你不认真 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请你用我要抽出加上比方说LINE AT 我要抽出加上非凡 我要抽出加上什么 168 YT 有YT 168之类的 这个才是完备的动作 那你这样才有抽出的资格 要不然的话我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加我的LINE 就要来参加这样的抽出活动 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影片先看一下 你影片里面很多宝藏 很多宝物 你知道吗 所以第一件事情先跟大家做说明 这是好康1 那好康2的话 请你把大人哥投资周报 把他拿出来看 这个礼拜我特别拿给我们的粉丝们做4月 那因为之前我们都是来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团队的 那你看当4月的过程之中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重点 你先看3715的电影投控 来 有没有看到 连续第二天涨停 第二天的涨停板 你看这个今天涨停没有太多感觉 来 3715有发现吗 这是昨天 昨天的大盘当然上涨了 今天也是上涨100点 那昨天涨停 今天继续涨停 那不仅如此 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今天周报的个股 几乎有一半 我几乎被我点到名的股票 都是飙涨快5% 超过5%的 来 是谁 赵立 有没有5.8% 对 来 威胜不到5% 但是最后拉上来拉5%了 5% 来 再来2485的兆贺6.05% 再来2462 良德电 这个是唯一就是目前看起来只有4.85 45度也算5%了 不要那么要求 来 这次也是接近5%的良德电 那再给你看一档 6829的千负精密 有没有也是5.26% 对 昨天我还跟你讲喔 千负精密 它就是投信要任养 就是要做账的 but只是 有一些隔日冲进去啊 可是你看 它在隔日冲进去的时候 它有没有守 你看 6829 守住5日均线啊 这是昨天啊 一度盘撞在跌停板 然后你如果觉得担心害怕了 不好意思 你就错过了今天继续再涨5% 继续再创高 当然重申再重申 强调再强调 这些个股不是叫你拿到我的周报 就跳下去买 那你还没有拿到周报的话 你可以用LINE 去点选那个索取周报的方式 但是你现在已经 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 对 我什么时候给大家的 周末 礼拜天 礼拜天的时候给大家的 所以这是好康二 记得把我的LINE AT 把它加起来 LINE AT在这边 往下看下去的话 小老鼠DAR-E-M888 然后那个Telegram 那个是DAR-E-M888 都是同一个ID 只是小老鼠 就是要加一下 这是第二个好康 然后呢 你就继续看下去 叫做第三个好康的话 加我的LINE AT之後的话 你会发现说 怎么这么多的丰富的资讯啊 你看这是什么 8月27号礼拜天的周日的分享 那几乎 没关系 你看大致版也可以啦 来 你有沒有看到我这边 讲到几个重点 有没有 这里 我就跟你说过了 你听新闻媒体 跟你跟你乱报 你会自己会害怕 你会恐慌 什么叫做是 灰达的财报叫利多出境 利多出境的意思 在我心目中的定义叫做是 啵就爆掉了 啵就崩盘了 啵就破底了 啵就套牢一堆人了 你觉得有这样子吗 今天凌晨 挥达大涨4% 收盘价再创历史新高 等一下跟大家说说明 然后你看这边有没有讲 有没有讲 来来来 哇手指 往下讲下去 有没有说 来这里 我有说过啊 不只有AI啊 然后政策加持的啊 重电啦军工啦观光 刚刚军工那个6829的 潜伏机密就在这里边嘛 没错 然后呢 本周哦 生计 生计也可以留意哦 没有再跟你乱枪打鸟 而且每一行都要很仔细看 我在告诉你的叫做是 多头可用之兵 非常之多 不要不相信 不要被 被新闻媒体跟你喊 你就怕到了 这个是6 4 7 2 宝瑞啊 生计股王今天就飙涨6%给你看 对 当然今天大盘也不错 今天上涨100多 就是6点 盘中打涨100多点 好所以 你记得把我的LINE的把它加起来 上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好康给你看 所以 这就是第三大的好康的一半而已哦 我跟你说这是一半而已 这么多好康才一半而已哦 来继续看下去 什么叫做是好康 看我的LINE的有什么东西 今天早上 Telegram在7点50分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我几乎每一天都是被闹钟 就是亮一下要做什么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我不是那种那个就是 因为真的是希望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及时的资讯 有一些比较丰富的资讯给大家 那来你看到这里面有什么 我说过的啊 散户多工比啊 降到了7.02%啊 那散户多攤减码啊 然后呢有助行情回稳啊 我这句话已经讲了第二天了 应该说第二天或第三天了 因为我就跟你说过了 在36 正36的散户多工比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对行情保守 因为散户在做多 所以必须要测试那个支撑 可是我也跟你说过了 测试支撑不代表崩盘 不要被新闻媒体给你什么破紧线 在这边恐慌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回撤 拉回手稳 然后呢 官股也买 投信也买 我们法人也都逢地在做买进 低点不会太多啊 你知道吗 很快就回来到警线 待会儿就跟他说说明 然后你发现说有没有 在我们跟大家提醒之后的话 连续两天 大涨的行情你看到了吧 然后呢 我也跟你说过了 再把老马哥给他请出来 让我们陷入 困境的 不是无知 我相信你在做 在看我们节目的你 非常非常认真 做很多课 好用心 真的很用心你知道吗 看好多好多的新闻你知道吗 但是呢 你赚到钱了吗 但是呢 你觉得你现在目前行情 你看懂了吗 如果你还没看到我节目之前 你会不会觉得说 市场一片恐慌 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到底那个费得要升息升到什么时候 然后呢什么什么 中国的那个什么碧桂园跟什么什么 中职系 中职系 中职系都会恐慌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说那都是没有的事情 中国要报 他自己报就好 不关我们的事情 现在也都没有人谈了耶 对啊 对啊 你这些新闻去哪里了 在耶 这座话还在耶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说了啊 没有赚过AI翻倍的人 括号和新闻 才会跟你说回答本益比200倍啦 这是什么时候 8月3号 8月3号不是我第一次讲喔 因为我这一集是特别放在 就是那个大人跟婉时莉 那个节目里面再讲一次的喔 我是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当AI航空出世的时候 我在这边就跟你讲过了 5月的那一次 回答第一次公布这种亮丽的财报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了 不是180倍 不是200倍 因为未来的回答 就是赚更多的回答 未来获利继续成长的回答 叫做是本益比下修 继续下修的回答 你可以再把我之前的节目 把它倒带了回来看 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说 已经快超过一半的时间了 我就跟你说绝对不是200倍啦 它只有40倍本益比而已 可是为什么股价越涨 本益比可以越低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往前看 我们站的够高 我看的够远 我没有再跟你看过去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我在跟你看的是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的回答叫做是 不是只有以前你看到那个什么 什么美超委在涨 或者你不要只有看到什么 什么什么广达技嘉跟伪创在涨 我也跟你说过了 伪创现在就是大家都有 所以筹码就乱掉了 那主力会拉这种股票吗 我老实说有点辛苦 所以在 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说下去 所以回来到我们节目的重点 然后我就继续跟大家说 你看 我也在我们的YouTube上面 不是有分享了一堆的影片吗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看 1月份公告字节 然后呢 它的EPS1.47 去年同期的话是只有0.36 然后YOY308% 就开始起飙了 有没有 这就是真正的在飙涨的AI的股票 这就是今年有翻倍的股票 只1的3693的银帮而已 创意也翻倍 然后呢 四星KY也翻倍 当然毫无意外的 我刚刚前面说的 那个领头羊的三档个股 有个什么广达技嘉伪创 都翻倍 那今年的AI 就是会让你看到很多 翻倍再翻倍的股票 然后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这是8月17号路德 有没有 然后放在我的YouTube 给大家看的有没有 你再看 今天的银帮 也没有一架又锁死又涨顶板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交给大家的 你要看怎么样叫做是越官越大位 不是新闻跟你说伪创的位 而是主管机关给你报名牌 主管机关会要求 你看有没有 有没有关键字就出来了 这个本公司有价证券 近期达公布注意标准 所以必须要公布相关的讯息 以利投资人去做了解 这就是主管机关 证交所贵买中心 要求他去做字节公告的啊 7月份的字节数 单月赚3.5 然后去年的111年的7月同期是0.99 年增254% 不涨停 我觉得这就是太说不过去了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翻倍的银帮 然后呢 这就是 即使是我们最后一次买进 425元 波段也超过30%的银帮 翻倍的银帮 最后一次买还有三成的银帮 但是不要看我节目 就跳下去买股票 我重申再重申 说明再说明 我们这边不好意思 你如果错过之前的银帮的 新的会员的话 就别追高了 我们再低接好股票就好了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说到的 好康山啊 不要叫你去乱追高啊 给你这么多丰富的资讯啊 告诉你正确的一些操作观念啊 然后呢时间已经14分了 不好意思我看到那个时间 那个正在紧迫盯人的 把我们的节目继续盯下去 好 三大好康 对 那个liet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youtube把它订阅起来 然后呢可以的话 把它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 我觉得这是值得你去做 分享的好节目跟好频道 所以这个是liet 然后呢这是liet telegram然后youtube 那0800你可以拨来跟我们做相关的洽询 如果你要免费的 对免费的咨询的电话 你如果需要协助需要持股见证 需要泰国换墙 要加入我们团队的话 好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1月15分了来 今天清晨挥达 那有没有看到历史新高 给你看一下 来来来 NVDA 这里缩小给你看 这里 今年1月 挥达在168块 然后呢到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 挥达在487块 前波高是502块 那边我已经跟你说了有一堆人获利了结了 但是呢绝对只是获利了结 它并不是就是所谓的破底的那种 这种 这种才叫做利多出镜 这种叫做是获利了结卖压 好请你认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义 这种的话叫做是跳空之后本一笔只有40倍 好所以请你看清楚每一个行情的过程之中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有没有 挥达的最新的秘密武器 COAS产能卡关了 所以它只好靠那个低阶的 降规的L40的那个低规的版本 然后去卖到中国 然后支撑它的下一个季度 第三季度的营收跟获利持续成长创高 有人跟你讲这么细吗 没有 谁跟你讲 所以一堆人跟你讲说 绕过COAS COAS利空 不是我告诉你 那叫做是高阶的卖北美 低阶的卖中国 我高低都要卷 的回答 超聪明的你知道吗 黄生轻指引压真的很厉害 又是行销高手 又是又 我真的就觉得很厉害 真的真的很厉害 所以没关系 你就发现说 今天大盘中场又上涨了96点 当然如果以成交量来说的话 是比较不够的 下半段的聚保期 会跟你说行情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也有补充到是说 真的成交量不太够 所以这边必须要反复测试 那聚保期就是在这边 把我们的链接放上去 我们的链接在萤幕的右上角 对 感谢就是那个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把更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外资转满的有没有 散户多空比反指标 降的有没有 就是当散户在乐观的时候请你保守 散户的多单在退场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积极一点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是好好的跟着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操作的脚步 比方说你看好了啦 5274的信华 我告诉你 从上个礼拜之前的话 你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跟你讲信华是AI的受惠股 可是这一次 怎么L40S出来之后 它突然变成是AI的受惠股了 因为L40S它有一些就是新的规格的调整 比方说信华就很有机会切入到它的那个 加速卡的那个IC上面去了 然后呢过去的 过去的高规的什么什么H100 A100这种 甚至GH200这种的话是大瓦数的 所以以前的那些比较属于那种什么什么水冷 一冷散热那种股票的话 突然开始飙起来 可是这一次的话 为什么连只有做 比较属于军热片的建设也开始涨起来 原因就是因为 L40S才350W而已 就跟我们一般的那个家用电脑是差不多的 你知道吗 所以军热片就够用了 对 然后呢结果它突然又突然又变又受惠股票了 然后呢 回归到信华了 信华在涨的时候 我们刚刚德宇不是说了吗 我们这几天特别帮四星KY给加油 你看一下四星当股王一下信华当股王 这种就是多头行情的象征 千金比价 对 千金比价 然后呢 那个本益比拉高 然后呢 你看前几天不是还有人在我的留言板 不是问我说什么 当然哥 四星还有戏吗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 你看 包尔也太恐怖了吧 我觉得是啦 就是真的身为一个有影响力市场 有市场影响力的人 还是要真的要留意自己言论 但是我讲中文不晓得包尔听不听我的中文了 我只能隔海帮他去做喊话 那来 伪创被杀到说了 加油加油 真的还蛮多人问我伪创的 然后你看 请问四星还有戏吗 我这边不是回了吗 三天前 三天前 我回什么 四星很强啊 才刚登上股王而已啊 还守住五日均线啊 所以你看今天的四星 有没有让你看到再创新高的四星 没错 当然他也变成是股后的四星 因为那个谁 信华 信华就变股王了嘛 因为2630 对上3661的四星KY的话是2555 所以继续帮他们两家加油 那这些加油的过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资金的轮动依然是好的 然后肋骨轮动依然是快的 你可能有时候一群不了 然后时间已经19分了 所以我们赶快继续讲下去 来 你有看到我 刚刚前面不是有说的吧 你看什么 连宝瑞也涨起来了嘛 对啊 然后呢 连6235的那个什么什么 滑幅 也都是底部转强了啊 充电转的 对啊 那所以这就是多头可用之兵 非常非常之多啊 然后你就发现说 好像新闻 你认真思考过后 新闻给你的 未必是你自己 就是你 你未必能够学到东西 你反而可以在我们节目 我们频道 我们YouTube里面 看到更多更好的这样的内容 所以我们节目真的值得你去把它 深深的去做一个熟悉 多看几次 我都觉得非常非常欢迎 昨天我不是在跟你讲说 2436的违权店 然后呢 他也有新AI 因为有AO 什么什么 因为他也是做USB4嘛 然后呢 他也是投信 昨天的投信我还没有看到他买进哦 结果你发现说 怎么尾权店也突然变投信买超的股票 你看 有没有 昨天节目 来了来了 投信来了 昨天节目我们录影时间是两点半 对 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绝对看不到投信的买超 结果莫名其妙 昨天5点多的时候 我看到投信去买那个2436的违权店 今天继续涨顶板 这不是投信在做账 是在做什么事情 对 然后呢 今天的话有一档个股是2455的全新涨顶板 然后呢 你听到的新闻跟你讲什么 他说 来 因为船切入到ChatGPT的供应链 他也变AI了 原来不是手机吗 对啊 因为iPhone15的那个生化家供应商 结果他也切入到ChatGPT 然后我今天再给你看一档个股 2377的网红 2337啦 我没有买 我先说我没有买 只是举例喔 举例而已 怎么今天也涨顶板了 船 跟那个IBM联手开发AI新的记忆体 也涨顶了 然后呢 还有一档个股 我不晓得明天新闻会不会爆 因为我们把人已经先拿到了 哦 郭明琪 刚刚在他的那个私人FB po了一个说 台拨的拨签部已经通过台光电的认证 成为新的AI的受益者 然后你就发现说 怎么那个 那个那个 1802的 台拨很强耶 一根掌停板上来 然后呢 中场大涨8.5% 对 大家都是AI了 原来他也有AI了 原来大家都切入AI了 所以是不是我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秘密武器 L40的关系 让很多的公司跟个股 他们也都切入到 就是 雨露均章都变成是AI的受惠股票了 需求量大了 对啊 因为我就跟你说过了 AI伺服器它不是什么特别的伺服器 只是因为以前的H100什么A100这种 它叫做准系统 因为准系统就是只有少部分厂商可以获利 可是现在叫做是你也能做我也能做 就是PCIE就可以做 350W就可以做 大家都能做了 有机会再跟大家说明23分没有时间了 所以请你再看我这张投影片 AI2.0正式启动 你会看到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股票 之前没有动的现在都变AI了 当然有些真的有些是假的 但是反正资金进去了 市场相信了 股价就涨了 这就是AI2.0 这就是你错过的AI的行情 之前翻倍的股票你错过了 可能 那可是现在开始的话 你可以跟着我们站得更高啊 可以看得更远啊 可以把更清楚的全貌去给它看出来 然后不要再因为新闻给你恐吓 你在那边害怕 不要怕 真的不要怕 但是当然我还是重申一句话就说 如果你有不知道如何持股 去做调整 如果你有我再次重申啦 如果你有金融股 如果你有台积电 如果你有货柜三雄 那个下面是四个点的雄 不是高雄的雄 动物的雄 对 好 你可以跟着我们来做持股见证 然后再做太悦换墙 那好好的把 季底做到的行情 甚至是年底的选举行情 去给它抢肩证仰卡位起来 不要到时候等到第四季的时候 才去追高买进 需要协助的话 用LINE 用0800 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不管你是手上的持股 需要帮助 需要大人哥帮你持股见诊 太弱换墙 或者是想要跟着大人哥 一起来领先布局法人自己作照行情 还有年底的选举行情 都邀请您不要客气 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直接透过大人哥的LINE 8 小老鼠 DAR-E-N-888 小老鼠 DAR-E-N-888 也可以扫描荧幕上头的QR Code 直接私讯大人哥 加入我们的鼓魔力团队 大家一起给它转起来 AI2.0已经启动了 感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宽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谢谢大家